他把猪养在特殊的大棚里 一个大棚年销售额高达500万元 我们这个下沉 中的下沉一米四 这个模式是我建的最新营的模式 从来我都没有建过 他看了之后感觉确实比较新气 养猪的方式奇特 卖猪也有新招 同样一头160公斤重的猪 农户能卖5000元 而他能卖1万元 大棚养猪棚外种菜 他赚钱的点子有点怪 2019年 他的销售额达到3.3亿元 带动2100户农户增收 带增收 出贺信 行刑农民王世杰 看河南农民王世杰 如何大胆创新 收获财富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支付经 提起养猪 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项目可以说很平常 但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 王世杰 他养猪却很不一般 一是养殖的方法与众不同 二是卖法有创新 一头猪一般养殖户 能卖到5000元 那就不错了 但是在王世杰的手里 能变出上万元 不光养猪 他还种菜 而且他说 要想养猪赚到钱 离不开这些菜 2019年王世杰的销售额 达到3.3个亿 带动2100户农户增收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里是河南省平顶山市 宝峰县 在当地 有很多农户 用这样的大棚种植蔬菜 一个大棚的年销售额 能有一万多元 这是王世杰的基地 它的大棚却非同寻常 里面可不是种蔬菜的 产生的效益也很惊人 一个大棚的年销售额 就有500万元 大棚里到底藏着什么呢 因为王世杰的大棚太奇特 经常有人来这里参观 大棚竟然是用来养猪的 这已经让参观的人很惊讶了 此时还有人发现了 这个大棚更神奇的地方 王世杰的养猪大棚是下沉式的 这里是地面 猪在距离地面以下一米的地方养殖 用大棚养猪 而且还把猪放到地下来养 王世杰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大家都感到很新奇 这墨尺是我见到最新的墨尺 从来我都没有见过 反正看了之后 感觉确实比较新奇吧 感觉上那猪杂会是 应该是传统的 咱都是应该是在地面上一样 咱有个大型的猪师这样一样 但是一听说是在那地下一样 感觉着有点不可思议 在这样奇特的大棚里养猪 每个大棚年销售额能达到500万元 王世杰是怎么做到的呢 不仅养猪的方式与众不同 王世杰卖猪也有新招 这样的一头猪有160公斤重 农户能卖到5000元就不错了 但是同样重量的猪 到了王世杰手里 却能卖到1万元 这让同行很佩服 在基地里 王世杰不光养猪 他还在猪社的周围种了菜 王世杰告诉记者 其实他赚钱的秘诀就是养猪加种菜 想要养好猪就离不开这些菜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现在王世杰有五个基地 总面积有12000亩 每年猪的年猪的出篮量有6万多头 蔬菜年产量有1000吨 2019年销售额达到了3.3亿元 还带动了当地2100户农户增收 农户们还给他编了一段顺口 我留过这个第一个手 我们 大家听我说一说 说一说 说点啥 说说公司新变化 贫困户 配技术 定难弄也复弄户 全循环可持续 而是享受半级一 带增收 触合谢 新兴农民往事戒 带增收 触合谢 新兴农民往事戒 农户夸王世杰是新兴农民 他究竟是如何创新 收获与众不同的财富呢 这里是宝丰县张巴乔镇 王世杰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初中毕业后 他到县城开了一家农金门市部 后来又开始种植大棚蔬菜 2002年的时候 王世杰却突然宣称 菜他不种了 他要去接受当地一个 连年亏损的养猪场 说说咱这个生意 咱这个蔬菜做得正好 你再专心 原来也没有养殖经养 也没有养个猪 不知道以后 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属于说 家有玩玩 带毛不算 我说你这个高养殖 实际上不会高啊 是吧 但是他当时不知道咋想的 就是移民形成这样想 狗养殖 王世杰却铁了心要干 他停掉蔬菜种植生意 到银行贷款了600多万元 接手了养猪场 还对员工许下了这样一个承诺 您只要把猪养好 我保证大家的工资 三年翻一翻 五年翻两翻 其实 王世杰不是盲目做的决定 他做了详细考察 这个养猪场 以前是国营企业 因为连年亏损 要改制转让 面积有90亩 猪的年初蓝量 能达到4000头 王世杰算了一笔账 4000头猪 按当时的市场价 一头猪能卖1300元 销售额能达到520万元 是他种菜 年营销售额的五倍多 如果能让养猪场扭亏为盈 那这生意可太好了 我当时主要想中的是 这个国营猪场的 它的技术团队和技术工人 都比较专业 如果我想想 向这个大叔做 去规模发展 这些人 都是就是我的 以后发展的根本 养猪场联名亏损的原因 是管理不善 员工们工作积极性不高 王世杰接手后 建立起奖成制度 把猪划分给员工 每位员工负责养殖200头猪 七个月内 把猪养到120公斤以上 奖励4000元 低于120公斤 罚款2000元 制度一出 员工们的工作态度就变了 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猪的生长速度快了 养殖利润提高了 为了拓宽销路 王世杰还去外地联系客户 把猪卖到了北京 上海等地的超市里 一年时间 王世杰就让养猪厂扭亏为盈 提前两年实现了承诺 让员工的工资翻了一番 一个员工不坚 并且待遇 比原来待遇还要提升 结果最后通过 接着一年要以后 整个他的承诺得下 发展到2009年 王世杰的养猪厂年出兰量达到5万头 这时候他又做了一件怪事 原本是放弃种菜养猪的 可这时候他却宣称他要再次种菜 而且一种就是三千亩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王世杰种菜 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当地政府要求大型养猪厂按标准处理粪污 王世杰花了一千万元 构建了粪污处理设施 把猪的粪便转化成找渣找叶后 王世杰又发愁了 因为找渣找叶不被突然说应用 依然是无然 只有被突然说应用了 被弄走说应用了 他才能贬隙尾包 起初王世杰在猪厂旁边挖了个大坑 存放找渣找叶 后来找渣找叶越存越多 他犯了愁 他琢磨 与其这样浪费了 不如变费为宝 他在附近流转了三千亩地 建起了一条地下管道 找渣找叶能直接从养猪厂排到菜地里 这样他既解决了存放找渣找叶的难题 也多了一份种菜的收入 菜种了一年之后 王世杰突然又冒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他要在菜地里养猪 而且要把猪养在塑料大棚里 这让听到的人都很惊讶 在大棚里养猪 王世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 原来当时王世杰打算扩建养殖场 计划年出篮量从五万头增加到十万头 可想要装得下新增加的五万头猪 至少要见七万多平方米的猪舍 投资至少需要五千多万元 他手里没那么多资金 如果我要想再扩大生产规模 书前是需要宣植 检查 同时还要再溜达土地 就想着 砸既能结合土子 又能扩大生产规模 有一天王世杰到蔬菜基地溜达 他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这些种菜的塑料大棚 能不能用来养猪呢 换成大棚养猪 每平方米投资只有六十多元钱 扩建能装得下五万头猪的大棚 只需要花一千多万元 一下子能省四千万元 大棚里养猪 别人觉得这是异想天开 王世杰却想大尝试 我是一个不喜欢 把自己放在树树前的人 所有的都传业来 我都不当然挑战 当然了 你说过赶紧生活也很好 但是我感觉哪实现不了 自我价值和人生价值 2010年11月 王世杰的第一座养猪塑料大棚建成了 冬季也到来了 有一天 王世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里传来的消息 让他惊慌失措 王世杰赶紧来到基地 当时的大棚有四米高 大棚中棚顶摇摇摇晃晃 看到情况紧急 他带着20多名员工上到棚顶 趴在上面 用身体来压大棚 大棚总算没有被风掀翻 猪也没受损 但是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让王世杰心有余悸 到底要如何解决冬季抗风的问题呢 这段时间啊 说说大棚不断刮坏 我也没有心理防止 说我比较纠结的 但是有一天 因为我回老家 我农村的老家 我突然发现那个东西 说说我就来点灵感 有一天 王世杰在村里溜达 看到有村民正在 红薯地窖旁干活 他突然受到了启发 我们冬季啊 在红薯熟的时候 就是把红薯存在这下面 这下面的温度和上面 恐怕要相差个 在冬季相差十几度了 能相差十几度 对对对 在这个季节 也得相差个 六七度没有问题 当地很多村民 为了在冬季 筑藏红薯 会挖一个三四米深的地窖 地窖里温度高 把红薯放进去 不会被冻坏 受到红薯地窖的启发 王世杰开始琢磨 如果把大棚也下挖 大棚里温度高了 抗风能力也强了 到底下挖多少米 才合适呢 回家后 王世杰开始查资料 没日没夜地看书学习 都睡觉了以后 我都睡醒一觉了 我一看 外边的灯还亮着呢 我出来一看 他都在客厅里 还在那看书 我就说 你咋还不睡觉呢 你们先睡吧 我先把这个看完 我再睡觉 当时可以这样说 天天这个 除了吃饭 我连觉也睡不好 就是在客厅里的下一步 这个羊猪 怎么样 这么发展 为保险起见 王世杰还找到了专家 进行请教 根据这个 暴风的乘年里 有七强记录 这个 咱们动脱乘 一般在60公分以上 这个 零到一米 它属于这个变温层 一米一下 温度基本上 包括五变 一米到一米四 这样的这个 这个温度 常见的温度 是基本上不变 最终 王世杰建了 这样的养猪大棚 在地面以下 1.4米处 挖一个长80米 宽10米的坑 大棚两侧 流出与地面平行的 通风口 地面一米以下 是猪的生活区 再往下的 这40厘米的区域 是排放粪便的粪槽 猪舍通过地下管道 连接一个发酵池 发酵后的 沼渣沼叶 再次通过管道 进入地里施肥 每个大棚的旁边 再种上蔬菜 这样下沉式的 养猪大棚 冬暖夏凉 为了防风 王世杰还将 挖出的土 堆在猪舍两边 并在上面 种植了五角风 这种树叶片大 树叶生长密集 夏季 还能对猪舍 起到遮阴作用 棚内外温差 平均有15到20摄氏度 在这样的猪舍里 猪的生长环境更好了 生长速度也增快了 原本七个月 才能出栏的猪 现在六个月就能出栏 这让王世杰很开心 一样猪就提前提格子 多绳烧丝快出来 关键提前的第一多绳 定了 换凝好了 烧丝 和它张的块快出来 俗话说 加油晚管 代帽了不算 这个猪猪又长大了 卖了换成钱了 才没有风险 这样的一个大棚 能养500头猪 一年能出栏两批 就是1000头 一头猪能卖到5000元 这样一个大棚 一年的销售额 就有500万元 每个大棚的旁边 都会种上菜 2014年 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 大家都佩服王世杰 可王世杰却说 创新不能停步 得不断地走出去 学习 只有通过学习了 你才能创新 才能看到外边的市场 才能把我市场 出去学习考察了一圈之后 王世杰回来 又干了一件奇怪的事 原本他和大家一样 盼着猪快点长 早点出栏 可这时候 他却提出猪要慢养 不养一年不能出栏 为了让猪长得更慢 他还要把长到120公斤的猪 从猪舍里赶出来 去外面运动减肥 身边的人都很疑惑 这王世杰之前 不也想着要赚快钱吗 不让猪在猪舍里好好养标 却把他们赶出来 在地里来回跑 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都是圈羊追求的 都是短时间内出来 都是多证件的 他为啥把猪放到圈里 他放到地里三羊里 他听说以后 都感到非常的奇怪 原来2015年 王世杰到外地考察时 发现有一家养猪场的猪肉 价格很高 一斤能卖到20多元 他一打听 对方养的是年份猪 把猪的养殖时间 延长到一整年 并且加大猪的运动量 养六个月的猪 体重110公斤 养一年的猪 体重160公斤 猪的瘦肉更多 肉色鲜红 肉质紧实 卖价也高 王世杰决定 把自己70%的猪 都按年份猪 去养殖销售 王世杰修建了运动厂 可是猪从温暖 舒适的猪舍里出来 并不爱运动 这可该怎么办呢 王世杰盯上了一样东西 地里的蔬菜收割后 总会有一些品项不好 卖不出去的菜 王世杰想利用这些 不能当商品的菜 解决问题 就是品项酱的不太好的 我们就过来喂猪了 这是有种烘熟 烘熟的那个烘熟 同时你看这个蔬菜 品项不太好的 调限一些蔬菜来喂猪了 放菜的方式很有讲究 王世杰让员工 先把菜撒在养殖大棚的对面 这样刚从大棚里出来的猪 一看到有蔬菜 就会争先恐后 跑过来找吃的 猪吃完一批 再把菜拿到运动场的另一边 猪就又会跑过来找吃的 就这样 用菜当诱饵 让猪多运动 既解决了品项不好的菜 卖不出去的问题 也解决了猪不爱运动的问题 蔬菜的投胃比例 占饲料的三分之一 这样养一年后 王世杰的年份猪 终于可以出栏了 一斤猪肉定价33元 该怎么卖呢 本地区来销售这个年份猪肉 为什么 因为农产品 它一般才形成区域品牌 因为现在一个地市都几百万人 区域品牌形成之后 它都可以复制到生活 生活成实 那是刚大的区 年份猪肉定价高 王世杰决定 先从本地市场做起 他在平顶山市 建立了20家猪肉专卖店 店面都选在社区门口 方便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 它这个店刚好开到 那个社区楼下 所以说买着特别方便 来回每天菜啊 还有那个肉啊 都是吃它家来 年份猪肉 然后都是肉是比较精实 吃起来口感还不错 为了宣传自己的年份猪 王世杰还定期邀请市民 到自己的养殖基地参观 他还会亲自下厨做菜 让大家品尝猪肉 这些来过基地的人 都成了王世杰的宣传员 慢慢的 王世杰的年份猪肉越卖越好 像这样一头160公斤左右种的猪 农户能卖到5000元钱 而在王世杰手里 却能卖到1万元的价格 2019年 王世杰的养殖和种植基地 总面积达到12000亩 不仅打开了本地市场 产品还销到了北京 上海等城市 年销售额达到3.3亿元 这样养猪加种菜的模式 很多农户想学习 王世杰无偿传授大家经验 2100多户农户 在他的带领下实现增收 王世杰说 创新的脚步不能停止 在农业领域里 他还要继续学习 寻找新路 带领农户过上好日子 王世杰说 他成功的秘诀 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 敢于创新 想别人不敢想的 做别人还没做的 在传统行业里出新招 走新路 他把猪舍搬到菜地里 在下沉式的塑料大棚里养猪 还打造出了一个 养猪加种菜的全新模式 实现养殖和种植双丰收 创新让王世杰 在市场竞争中 站稳脚跟 也越走越顺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的制服经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执行